台南市议员最近是到市长赖清德送的祝贺匾额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贺词不是一般常见的高票当选或者是众望所归 而是写上了第一届议员五个大字 让很多人看了是看不太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张馨仪 12主播台南市的市议员们都已经上任快要一年的时间了 才终于收到市长的祝贺匾额 不过这块匾额贺里呢真的是来的有点慢 上头的祝贺词更是让人有看没有懂 高高挂在议员办公室的匾额 正中间就清楚写着第一届议员五个大字 就连民众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特殊祝贺词 原来这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呢 用来攻注台南县市合并后 大台南第一届市议员上任的贺里 但第一届议员五个字 对比上一般的匾额常见的众望所归 但字样让民众觉得是市长针这样的贺词 似乎是有一点点标新利益 收到匾额的议员们的直呼 真的是一块好怪的匾额 根本不好意思挂在办公室 正好收进了仓库里 台南市政府则是回应 现实合并升格后的第一届议员 真的是意义非凡 才会特地注明 纯粹是一番好意啦 以上就是现场真心 将镜头交还给彭内博 好 谢谢心意的连线报导 是一番好意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看了 吴沙沙